丑姐们,风还没完全停,回家一看呢,这个塑料门被吹散了,其他的就没什么了,整个小区也还好。 飓风对佛州的侵害究竟有多严重啊,这个飓风估计刚离开奥兰多几个小时吧,刚睡醒,然后一堆人就爱他我说, 说这个佛州啊,这个哎呀,损失严重啊,新闻上都说你们这都完了啊,说这怎么怎么着,我告诉你啊,我一醒来啊,这飓风从什么CNN,ABC,美国这些主流媒体上连头条都撤了,为什么呢? 因为啊,就是这些新闻媒体上在美国,它是24小时,就跟咱们国内的新闻一样,24小时它能追踪飓风的动向,上面飓风多少卖多少卖,原本啊,在登陆的时候确实变得更大了,变成四级了, 刚登陆的时候,登陆的那几个城市,北港啊,麦尔斯堡啊,这些地方确实遭受到了一些侵害,就是比如说登陆的时候,造成这个海水啊,就是被飓风卷上天,然后造成大面积的降雨, 然后它登陆以后迅速就减弱了,登陆以后立马就变三级,然后二级,等快到奥兰多,还没到奥兰多的时候,昨天上半夜的时候就已经减弱到一级了,就已经从140,50迈的风速减弱到60多迈了,知道吧? 等今天早上到奥兰多的以后,周边就是下雨,到现在已经变成热带风暴了,什么叫热带风暴啊,就是下雨,有人说,你怎么知道,那就是,你没出去看, 我告诉你啊,昨天晚上我正好有事,这好多人都可以给我作证,我连夜从佛州中部就这回飓风经过的点呢,这个奥兰多直线往南开,往南开,开到我们这南边一个大湖了,然后又往迷亚米来,我是整个横穿了飓风的这个区域, 就那样吧,哎呀,就那样吧,我出门的时候暴雨倾盆,你知道吧,特别大的暴雨,浪花,吓得跟,吓得跟鬼一样,然后越往南走,这飓风越小,越往南走,飓风越小,到后面就是情况里,到了迷亚米,我发现酒吧都还在开门,大家都还在吃饭,连风的影子都看不着,就是差不多这样一种情况, 而且昨天啊,我现在是回奥兰多,整个的这个飓风,就是经过飓风啊,在奥兰多南边飓风的这个,经过的区域,一会儿我路上给大家拍拍,大家看看就知道咋回事了啊,啊,这是昨天飓风经过的主要地区之一,因为这是一片荒原啊,所以说无遮无拦的,啊,但是呢,河流没有改造,河水没有被吹干,而且电线杆子也都是完好无损的在这儿, 啊,所以说很多朋友说,那你是不是就说新闻上撒谎,哎,新闻没撒谎,佛州受到了严重的侵害,你可以这么理解,啊,或者说就是飓风登陆的那一个两个城市受到了比较严重的侵害,因为佛州啊,这回的飓风登陆是在墨西哥湾那边的北港啊,这些地方登陆的,所以说那些地方确实是出现了海水倒灌啊,或者是怎么,它也不是海水倒灌嘛,就是反正大面积的洪水,因为它临海嘛,每一次佛州来飓风, 临海的这些地方都是要撤离的,知道吧,因为水都是要淹很多房屋的,但是我们从网上也可以看到啊,很多美国人他选择不撤离,啊,他不撤离,然后他呢,就是在当地,他要顶着,你知道吧,他就觉得这样很光荣,啊,因为飓风这个东西嘛,肯定是会出现些许的车祸,包括车被刮翻啊,包括这个,啊,房屋某几个沿海的这些城镇被淹,这是一定的,啊,这是一定的,但是你看这农田,啊,农田啊,都在这儿呢,啊, 电线杆的远处的这种,破房都在呢,都没被刮跑,所以我就说你们谁要有亲朋好友啊,你们可以,啊,喂问他们啊,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,就是沿海的那几个城市,啊,有一些沿海的地区, 然后呢,他的这个,啊,问题比较严重啊,然后等到这个水排干了,基本上就没什么事了,每次佛州来也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,其实还好了,还好了,可以理解,因为 他18年就来过一次嘛,那个五级飓风,那个五级飓风是出现过很多地方,啊,断水断电,因为每次飓风来的时候呢,会在加勒比海被消耗掉一大部分,把加勒比海那边的,就是国家都给刮一遍,然后才在佛里达等,啊,等我回家吧,然后回家以后,我再给大家起飞一下,拍一拍我家周围,大家看看有没有出现大面积的防导塌, 因为我们那边啊,就是飓风眼,基本上从我们那边也过过昨天晚上,但是我们昨天晚上不在,到时候给大家拍一下,大家一看一看是怎么回事了,而且啊,很多人说,你说这个,啊,洪水是不是真的,洪水是真的,但是洪水呢,有些地方跟有些地方的标准不一样,比如说,啊,那种房屋被淹的那种洪水,那已经属于特大洪水了,你知道吧,这在佛州,但是呢,有些地方呢,就比如说,啊,你像我们说的这种, 啊,我们,澳兰多南边也发生了,有些地方也发生了些许洪水,但是他们的那个洪水呢,基本上就是路,到路上有积水,那水有半个车轮子高,他管那玩意也叫洪水,你知道吧,啊,他也是这样的,然后,反正,我看了一下,就是,我朋友那边,他说有洪水那个情况,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,但是沿海那一片还是重申一遍,沿海那一片还是, 啊,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,因为沿海嘛,对吧,那你没办法,这种事情,每次,啊,在海边,他的房子什么的,很多就是被淹,啊,不过这些东西就只能找保险公司了,啊,你看,这路过了一个昨天晚上飓风过的小破阵子,啊,定着门窗, 你们觉得,这风力怎么样,其实风力还好了一般了,美国的房子,你看,就即使是这种破阵房,他也没倒嘛,是吧, 哎,你看,哎,这有树枝被刮到这儿了,啊,树枝被刮断了,确实有的,看来,啊,这昨天晚上过过的,就从这儿过的, 你看,你看,有些树确实是被刮倒了,看没,哎,有些树确实被刮倒,啊,大量的,其实,啊,没有被刮倒,这些板房都还在,啊,只是偶尔有看到树枝和小树被刮倒,看树被刮歪了, 这些板房应该就还没啥事,你看,路边,有很多这种被吹倒的这种小树苗啊,小树啊,树枝啊,还是挺多的, 但是房子基本上在大量的中部地区都完好无损,啊, 大树也都没啥事,看这儿的门窗,几乎也都关门了, 看,那这样呢,这个板房还没倒, 又是一个小树, 看,废弃了,这个镇, 哎,看到没,所谓的洪水呢,我这儿已经看到一些了, 但其实没多少,因为到佛州中部啊,这个洪水, 包括,啊,奥兰多市里发了很多洪水警告,也就是,啊, 洪水可能是慢到街道上嘛,水,所谓的水啊,就水慢到街道上嘛, 也就是差不多这么一个情况, 那现在呢,我从我家这儿起飞啊,看看就是我家这边算是离风眼比较近的嘛, 因为在奥兰多的这大兰多地区的东南边, 然后整个的这个小区其实损害没有多严重, 因为到我们这儿的时候已经降速为一级飓风了, 而且摊帕呢,和这个奥兰多之间中间隔着大片的这种, 啊,其实没什么人居住的地带, 所以说在他经过这个没什么人的地带的时候啊, 这个飓风减弱了很多, 而且摊帕呢,其实这回风眼也没从那儿过, 啊,从摊帕掠过去了, 所以说就是登陆的呢,几个城市吧, 北港啊,麦尔斯堡这些比较严重, 剩下就都还好,啊, 这些像我们周边的这些小区啊, 最多也就是谁家的这个垃圾桶被刮跑了, 啊,谁家的这个这个这个塑料围栏啊, 被门被吹掉了,啊, 最多也就是这样,或者是树被, 啊,很少吧,被折断, 大量的就还是树枝被刮下来了, 啊,树叉而落了一地, 啊,或者有些地方出现了积水, 但是这个积水呢,也不是太严重, 你就比如说我们这边这个县的县政府周边就出现了积水, 但是他那个积水呢, 不是大家想的, 就是反正英文里它叫洪水吧, 但是不是大家想的那种, 就是跟麦尔斯堡那边似的道观城市, 跟那个没关系啊, 那就是你开车过去就有个半轮高啊, 就是你你你你就不到你膝盖吧, 就是差不多到你脚脖子啊, 或者是比你脚脖子再高一点, 就差不多就是那个也不是全淹了, 就是街道上有水啊, 然后现在到处的在弄啊, 但是确实这种风啊, 对这种穷人住的板房啊, 或者什么的还是有一定的侵害的啊, 但是他从啊, 这个中部过那沿海的城市确实是啊, 有的时候每次飓风来的时候, 除了那些建筑啊, 大量的house会没事, 但是倒灌水还是挺麻烦的啊, 那行吧, 这一期就跟大家介绍到这儿, 以后有什么有意思就跟大家说, 那你不必须说吧, 谢谢观看